你要去身上嗎? 嗯 今天拍完 今天拍完 你感覺如果你作為一個個人去選擇買點東西 你會選擇買個人的還是選擇買商家的 個人之類是啥 個人就是先遇上 再轉身上圍轉成個人 也有可能只是個人 也有可能不是個人 那商家之類都是咱這種有公司的 也不說完全是吧 他們本地的私底店 也有可能是網店的 也有可能像咱們這樣 在華香北的背包客 就是你感覺買個人的會怎麼樣 個人的更便宜一些 個人的關鍵是能便宜到多少 你在鮮魚比如說你在摩魚上去看價 也沒有很便宜 對呀 所以這個就是個險業的 還有一個就是個人賣完之後 不關了就找不到人了 就消失了 就像千田那個給你打電話 然後噴死一樣 對 賣完之後幾幾出現一個問題了 根本就找不到人 如果你賣到商家 比較靠谷的商家 你至少能聯繫到他 對吧 你能找到人 因為人家緊張就做這個什麼 不可能說因為一個幾次不給你處理 這是最基本的 但是個人他完全可以不給你處理 所以你就很很容易吃虧 也有很可能就是你買這個幾次並不便宜 因為個人就感覺他的幾次很自賤 怎麼樣 因為價格你看看不一樣的 但是商家的他會把那個幾次給你進行 我感覺還是比 詳細 宣傳一些比較靠谷的 商家是比較好的 王上的二十五 在閒語上是特別特別不靠谷的 很多時候拿著炸彈機 然後當個人人賣 你想我路上了沒有 沒有 不我路上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找這個話吧